在新北市的金山区 到底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需要我们去关心呢 金山区其实除了观光产业 它以莲花 地瓜跟角白笋 等等作物而闻名 不过最近金山发现了 红火椅的踪迹 也严重的威胁居民的耕种 因此农业局也加紧脚步 在红火椅县中的法谷山 潭子内段等等来进行防治 历拼半年内 让红火椅完全消失 金山区在法谷山 潭子内段以及清水农地 发现红火椅踪迹 新北市府农业局 在农民通报后 也随即进行红火椅耳机防治 至今法谷山潭子内段的 农田防治有成 没有再见到红火椅出没 而清水农地 也只剩下零星的蚁丘 农业局也再度来释放耳机 历拼在半年内 要让红火椅再进山消失 最近才发现红火椅入侵的现象 目前有三个区域 一个是在法谷山 一个是在清水农地 还有潭子段的农地里面 目前两个区域都已经完成解裂 没有看到红火椅了 然后我们也迅速地 现在在这边开始施放耳机 希望在半年之内 能够把金山的红火椅赶出去 然后也保障我们民众的安全 民众如果有发现红火椅 在农地发现红火椅的话 希望尽快跟我们当地的区公所通报 或者是跟农业局 红火椅中心通报都可以 实际来到清水农地 发现红火椅踪迹的区域 因为一直以来都有在进行 药物耳机的防治 红火椅可以说是几乎看不见 确认是否还有红火椅 农业局防治人员 拿着红火椅最爱的洋芋片 引诱来确认 看见踪迹也立即投放耳机 此外农业局跟对红火椅防治图 来进行分区解裂 因此对于红火椅在金山农地消失 是相当有信心 我们现在新北市政府 针对红火椅 然后我们现在采取 这个以红火椅的防治图 全面来一次施药 然后分区解裂 希望能够很快的能够达到我们这个红火椅的一个 解裂的一个目标 希望不要再扩散 然后保障民众的安全 也因为金山区除了观光产业 农产业地瓜莲花角白笋也是相当知名 因此农业局也期待尽快在半年内 让红火椅完全退出金山 借此让农民农作更有保障 居民起居休憩也可以更安全无余 季教评和金山采访报道